哈喽,大家好,我是二五 今天我要做一条胚子 在唐盖,山群胚是女孩子必备的三件套经典款 经典永流传,说的就是我 是了是了,您最美 先了解一下胚子的形状 画一个长方形 长边同一侧的两个直角画出弧形 形成一个船的形状就对了 根据划盖上的樱落图样 我准备在胚子的两端加一些装饰 开始制作 面料用到的是窄幅针丝花螺丝巾 在五阳五夜淘宝店有卖哦 两端对齐按照纸样画出弧度 咔嚓咔嚓剪下来 因为是窄幅的面料 边缘不需要包边 只需要给两端剪裁过的位置包边就可以了 缝好后晕烫平整 嗯,非常圆润 下面要缝阴落了 先排一个队形 就叫一外一队形吧 算一下大概要用到的材料 每个循环距离2.5厘米 在面料上做个标记 先制作1 注意最后一颗米珠的作用是堵住16时 线是这样穿过的 然后制作外 外的分叉处有一颗米珠 起到三通的作用 线是这样穿过的 再看一次 每个一或外结束后 往前缝一针一颗珍珠的长度 打一个结 再倒一针增加老度 完成啦 针丝花螺低调奢华 珍珠阴落异异生辉 不规则十六时恰好起到了中和作用 奢华而不浮夸 再搭配一条唐风螺裙 那就再好不过了 唐代经典三件套的做法 在美人罗商中有详细的讲解 其中包含一套唐圆领山裙被子套装 和一套唐大袖对筋山裙套装 都是日常使用的款式哦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啦 投个币再走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